大家好我是钱子 T台正经化YouTube频道 你订阅了吗 我们将在达成10万的订阅之后呢 会举办一个惊喜的彩蛋活动 到时候还会有神秘嘉宾现身哦 大家最期待哪一个神秘嘉宾 来我们T台正经化呢 快按右下角的订阅 并且在这边留言 我们会把这个嘉宾请来现场哦 而且他们还说 他们会挫败台独 我想在这段时间 大家最在意的事情 还是防疫的事情 所以我倒是觉得 在这个时候 做这些军事的动作 确实是没有这个意义 不过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F-16的战机 都有全程的半飞监控 那请国人放心 倒是要告诉中国 最重要的是赶快把疫情 能够控制住 让整个区域跟全球的 这个面临疫情的这种 紧张的状态可以缓解下来 好刚刚听到小英总统的说法 包括共军绕台 他也觉得说 在这个节骨也真的是不必要 不过如果我们用视讯会议去参与 跟专家学者视讯会议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就不要加入WHO 这个欧江安他说 这绝对不是说我方不需要继续争取 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示威大会 就是WHA以及其他WHO的 技术性会议活动或机制 目前为止先用视讯会议的方式来解决 对 我觉得在目前两岸 其实僵持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视讯去同步获得 WHO他开会相关的资讯 这个至少是跨出了一步 我也希望这个WHO相关的这些资讯 第一时间我们都可以透过线上会议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完整的资讯 当然对台湾来讲 回到WHA观察会员国的身份 而且可以上台去发表五分钟的演说 这个是过去八年马政府时代做到的 现在蔡政府时代做不到 我们当然也希望蔡政府要做到 就是说慢慢的让我们还是可以有重返的机会 因为那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现场你可以去讲的话 就可以让世界各国同时也理解 台湾的状况 那你现在我们只是线上参与会议 就是你只能听对方讲 你就没有参与感 因为你大概就是线上 你大概就是知道说 现场开会情况怎么样 但是像这个每一年 像今年也会召开的WHA的这个世卫大会 你的部长到了现场 然后上台演说 那不一样你跟世界各国的 他们的这个互动其实会增加 而且还有加上周边的一些会议 你那个互动会增加 所有的讯息就是因为你的互动 你会得到最多的讯息 而且台湾同样也要让其他的国家 看到台湾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这个蔡政府持续加油 因为这个部分算是倒退的 过去马政府时代稳住下来了 打破点政府没有办法重返这个WHA 马政府实在突破了 我希望现在在这样子疫情 比较严峻的当下 如果有其他国家陆续的声援我们 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当然也很希望 台湾可以重返WHA 蔡委员要不要短回应一下 包括了我们是不是政府加油 让我们重返WHA 以及市区会议 我们到底能不能发言 是不能的吗 因为刚刚玉民委员讲说是不能的 信息会刚刚看有准备怎样的一些设备 还有同意到什么程度 我想在这种全球防疫的这样的一个 这么重要的时机 确实可以暂行放下一些争议 政治上的一些高度争议的东西 还是大家要好好去讨论 而且本来在世界防疫的这一块 就不应该把台湾排除在外 我想在之前WHA在开几次 他们委员会的时候 有很多国家事实上也都发言 替台湾来争取我们可以进入WHA的机会 很可惜的都被他们的主席 用这个主持会议的一些权利 然后直接把这样的发言中断 我想这对台湾都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WHA如果要建立 他现在整个国际的一个公信力 他们必须要真的去思考 让台湾回到防疫的国际舞台 不然WHA现在他的公信力 变得很低 他最近只是大家很气的就是说 他忙着要把武汉肺炎 把它改名叫做新冠肺炎 就觉得这个不是现在最重要的事 你再忙这一个 你还不如先告诉我们 到底中国现在整个疫情 扩散的状态 你重要的是没做 你才要处理这个会有地方歧视 日本老爷怎么说 德国麻疹怎么说 好 WHA到底会不会让我们 再继续加入 后续大家都还在努力 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加油 另外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讲到了 台湾现在怎么了 大家在那边乱抢东西 蔡总统也出面呼吁 我们的物资都够 不要乱抢 不要恐慌 其实卫生纸之乱最莫名其妙 因为有网友在网络上说 卫生纸的原料跟口罩差不多 所以也会没有 大家赶快去抢卫生纸 这个我们的新政院在第一时间 就觉得说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慌什么 于是我们的苏院长 就做了一个很可爱 我不晓得怎么形容 很可爱 或者是一个很苦手的图 他说 我们只有只有一粒卡村 不要同货物性谣言 然后旁边还有就是 摇屁股的这个东西 那有的人 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解读不一样 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有人觉得很可爱很可爱 那这个有达到宣传的效果 又有人会说 拜托卡村有几格 这个有史会讲的 大家都知道了 苏院长你觉得自己很幽默 有趣吗 你是行政院长 难道你不心疼 所有早上6点开始排队的民众吗 抢口罩 抢卫生纸 是人民的无奈 好 网路观察夹好不好 朱雪恒 我们只有一粒卡村 这个到底是幽默 有宣传效果还是有失身分 我觉得现在执政党应该要 这个比较放心的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不忍苛责 就是因为在抗议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敌人是病毒 对不对 你如果真的很敌视民进党 他排在很后面 我们坦白讲 病毒之前是无感性的 病毒不会跟你讲说他好可怜 我不感染他 或是他跟我这什么两岸一家亲 所以不感染你 没有 所以我必须要讲 因为最新的消息 这一波的炒作 警方目前抓到三个人 三个人里面 都是相关商品的经销商 其中一个还是直销公司 专门卖卫生纸相关商品的人 但你知道 原来如此 我跟你讲 最该死 我个人讲就是 你因为无知也就算了 无知就是我不知道好慌张 我以为是我就去抢 这个算了 不知者无罪 但有之而要发国难财 从中牟利的 真是该死中的该死 但你知道依据社委法 他们只能罚多少 每个人罚三万块 这么少 广告费都超过好吗 我认为这种发国难财 而且散布谣言 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借经牟利的人 应该要重诚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家伙是直销的 连他的公司有因此获利 你也要罚 不然他以后每一次都出来 卖口罩跟我讲说 口罩要缺了 然后卖消毒水跟我讲 消毒水要缺了 我觉得谣言可能无法避免 但为了获利去恐吓 威吓 甚至是散播这些消息 你不能只罚三万块 三万块 三万块 我出三万块机票请他飞武汉 好不好 是不是要加重刑罚 这个可能我们立法委员 可以再讨论一下 不过网路上的谣言 是不止一个 很可怕 居然有人说 氢化物可以治武汉肺炎 可以杀死武汉肺炎 你自己怎么不去吃 这是一个在日本的台湾人 他写的这样子的一个帖子 这样的一个讯息 这个完完全全是不对的 大家要有判断力 所以指挥中心说 这个东西可能也要抓 也要罚 转传假信息 引起社会的恐慌或是对立 最终可以罚三百万 所以刚刚那个卫生纸伤 是不是可以罚三百万 我不知道 有可能 不只是我们在对岸 其实也一大堆假消息 正当大家为李文亮医师 举一把同情类 当然他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可是居然有人在这个时候 用一个假的遗书 写了一封非常文采并茂的遗书 后来他的太太也出面说 这一封信是假的 所以两岸或者是全世界 都在对抗假讯息的 这个时候 这个源头还是因为大陆疫情 一直在扩大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中共的飞机 中共的军机 却在这个时候来绕台 难道他是要转移 内部的压力吗 因为他们也有民怨 来 玉敏 是这样子吗 对 我觉得这个时刻 大陆的军机来绕台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当的做法 因为防疫当前 其实世界各个国家 大家其实都应该把防疫 作为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一种 可能还施以这种武力上面的恫吓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恰当 而且是不必要的事情 那倒是我们政府应该要怎么做 在这个防疫这件事情 刚刚讲说有这么多的假讯息 像这一类假讯息 就应该要重重的罚 这个跟一般民众无知 他去转了一个转po 不小心转po一个讯息 这个是完全两件事 如果像刚刚说是有厂商想要图利 这已经算是不当的图利了 你明明知道没有缺 然后你刻意炒作 自己要从中去获取大笔的利润 我觉得真的是 这个是非常的需要重新去检视 如果这一批只能罚三万 我个人觉得是太轻了 重新应该立法院要去检视 有一些必要的这个修法 就是不应该在疫情当前的时候 还有人想要去图利个人的利益 从中谋利 这个是绝对是要重重罚的